第21章 都不简单 埋藏着魔军七窍兵破心的青铜骨关 从幻想来到现实 试图阻止渡氏法王毁掉雀桥 断掉这条离开瑶池的秘密出路 与此同时 陆大先生的剑光和梦奇手中的霸王绝刀 一白益子 一纯粹风锐 一霸气张扬 也遥遥斩向了法王 封死了 他能够躲闪的所有角度 只能选择硬抗 但渡氏法王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打而不觉 手中两口透明短刃化光展落 无声无息披在了雀桥之上 轰隆 死亡已久的雀桥 剧烈晃动了起来 骑上一只只喜鹊下饺子般 往天河掉落 瞬间土崩瓦解 而渡氏法王没有离开 立在那里 借着垮塌之势 在喜鹊纷飞之中急速下坠 完全没管那里是天河 一旦陷入 不知将流落何方宇宙 甚至直接被恒星或黑洞吸住 就这么直直下坠 这个方向非弃窍魔星与梦奇 陆大先生预计的躲闪角度 只能眼睁睁看着法王 避开了纯粹凝练的白色剑光 与张扬桀骜的紫电刀器 避开了无形的心灵重击 渡氏法王向来透明严肃的脸庞上 浮现出一丝笑意 眼神里尽是畅快和得意 看着梦奇和陆大先生 就像看着死人 扑通 虚幻水声响起 渡氏法王带着笑容 坠入了天河 消失在了浩瀚广袤的水中 青铜骨关跳跃了一下 再次归于心灵幻想 看来无声老母 是想将我们困死在摇池 梦奇左手摸了摸斑白的鬓角 神情没有丝毫变化 既然闯入了别人的主场 这也是可以预料的发展之一 之所以说是无声老母打算 是因为没有他的指点帮助 渡氏法王哪能在摇池 瞒过自己两人的感官 瞒过古尔多和韩广 神出鬼没 陆大先生专注看着天河之水 或许不仅仅是困死 老夫与渡氏法王算是同代之人 与他打过不少交道 若仅仅是困死 习惯压抑的他不会如此快意 必然还有后手 梦奇目光忧深 但笑道 没了雀桥 确实进不了摇池 但没了雀桥 不代表出不了摇池 从九重天离开的办法 还是有不少的 比如当年顾小桑利用剑木 带着自己从三生殿 锁在九重天托里 比如自己都能借助因果联系 和霸王绝刀 从封神世界返回 跳入天河 进入别的宇宙后 一样可以回归 如今自己九应同在 原始真身练就 再非广能够衡量 不过无生老母 也就是金黄西王母 来彼岸大人物 又曾经进入过玉须宫 修炼过无极印 不可能如此忽视诸果之音 所以断掉后路仅是开始 必然有着后续 但自己也不是没有后手 倒要看看 他打的是什么主意 见孟奇说的笃定 陆大先生没有多问 那我们继续前行 接应苏无名 纯青的剑光 湛蓝的剑光 金黄的剑光 赤白的剑光 明子的剑光 幽蓝的剑光 摇池上空盘绕的诸多神剑碎片 像是受到苏无名的剑意刺激 凶力大发 呼啸斩来 或粗大如同飓风 或凝炼仿佛细线 或吃炽热或冰冻 一道道披落 就像摇落的星雨 梦幻中展现着恐怖的杀意 伴随着十几二十多个 苏无名展出的浩瀚纯粹剑光 将古尔多和韩广 完全笼罩在内 仿佛被剑海天地吞没 即使光阴变得迟缓 也仅能影响部分 会被后续剑光戳破寂静 斩断凝固 恢复喧嚣 这一剑 苏无名借助地力 仿佛传说在灵 展出了魔佛乱世以后 最辉煌的一击 现出长生天真身的古尔多 瞳孔收缩 似乎颇为惊讶 他知道 以正地先的苏无名很强 但没想过他 强到了这种程度 不过 他只是惊讶 目光里没有丝毫恐惧 恰恰相反的是 他保持着万事万物 近在掌握的自信豪迈神情 以及遭遇势均力敌强者的兴奋 这时 天诸府猛地弹起 九眉道文纷飞环绕 凝出粗大光柱 砰的一下 冲上了摇池云霄 古尔多右手高举 气息似乎与九重天 产生了微妙联系 天诸府自九重天孕育而出 如今 也是回到了家中 在这里 他比过去几百年都要恐怖 摇池高空云霞奔散 法则微妙变化 似乎连通了某处 清光凝成了一网湖泊 天与地仿佛出现了颠倒 阴晕在下 清湖居上 玄傲而神秘 折仙池县 面对来袭的诸多剑光 古尔多一步迈出 握着天诸府的右手 猛然下屁 无当带天行法 哗啦啦 天诸府展落 半空折仙池道清 清水淹没了一道道剑光 叮叮当当 无声无息地碰撞之后 清光消散 剑影收敛 一枚枚或清或紫 或金黄神兵碎片 落在了阴晕道路之上 褪去了凶利之意 也失去了所有光泽 不满嗅痕 仿佛凡胎 可苏无名的身影 却莫名其妙出现在了远处 诡异躲开了这一幅 也拖出了被围攻的局面 气息愈发降低 却依旧沉静幽深 他稍微偏折了方向 迅速消失于诸多凶利光芒之间 不再做更多纠缠 绕往摇池 好狠 剑展自己 竟没有丝毫犹豫 当真盛名之下无虚事 古尔多右手略微颤抖 似乎有点 承受不住这样的力量 而口中毫不吝息赞美 刚才 自己借助打落境界的特殊 占据了上风 封死了所有的闪避余地 道清的折仙池水 眼看就要触碰到苏无名的长剑 并顺着联系 蔓延到他的身上 结果 苏无名毫不犹豫回剑 将本身斩杀 然后他借助他我 在远处归来 气息再次降低 但真真切切避开了 自己隐瞒许久的必杀一击 也逃出了第一次为杀 古尔多右手平复 没有立即追击 而是环顾四周 只看到魔师 韩广立在旁边 杜氏法王和血海罗刹 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了 邪魔左道 为何总是无法成事 各大主意 从不齐心就是根源 本大汉还以为 这次有契约束缚 能够例外 想不到他们都各有准备 规避了治古 古尔多展露了恐怖后 气势陡然将韩广压住 但让本大汉意外的是 最有可能另有算盘的模式 你却结成联手 韩广似乎有点 被刚才那一幅给震住 神情间多了几分尊重 微笑道 本作虽然自私无情 对出卖同伴 不会有半点犹豫 但从来都懂得审视夺势 知道什么状况下 该做什么决定 这个时候出卖 不是让自身功亏一亏吗 你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来 古尔多不太放心问了一句 当然是昊天镜核心碎片 与东皇中碎片 有了前者 本作也能具备传说特征 为将来正的传说打下基础 而有了后者 本作的天地欲策修为 将白尺干头再进一步 提前领悟到造化的奥妙 与命运的神秘 这样的诱惑还不够大吗 韩广政策反问 至于苏无名 本来就是用来开刀 能杀就杀 不能杀也无关紧要 当今之事 最重要的是提升自己 古尔多长笑一声 不愧为魔师 当真足够理智 足够洞悉大事 他笑声剑指 低沉道 本大汉一直担忧邪魔左道 彼此勾心斗角 无法齐心合作之事 总想着有没有办法解决 办法倒是想到了 但始终于心不忍 不过现在嘛 可以用法王和罗刹试一试了 什么办法 韩广不动声色拉开了距离 古尔多笑道 制住他们 让他们成为常生天虔诚的信徒 至于魔师你 知道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本大汉欣赏 也不想内讧给人机会 如此甚好 韩广府长笑道 两人商议妥当 连妹前行 仙爪昊天静 和东黄中碎片 冰雪覆盖极北 陈昭等人离开了仙宫 而在仙宫外围 突然出现了两个人 一个身影模糊幻变 正是灭天门幻灭天魔 一个宽袍大秀 头扎木簪 悠闲自得 潇洒不羁 俨然便是另一个韩广 另一个魔师 好了 天下法身聚集于此 我们可以随意行动了 韩广微微一笑 气息欲见飘渺 幻灭天魔 莫金仪不定地看着韩广 恭喜宗主神功大成 斩出三师 他亲眼目睹 另外一个韩广 与古尔多等人 进入冰雪仙宫 气息感觉一模一样 与真实无异 因此只能想到 上古不少 大能为求突破 而修炼的斩三师法 斩三师 韩广笑了一声 这是上古大能们 为求登陵彼岸 而创造的法门之一 本作何德何能 斩得出三师 分成善恶执 或不同身份的三师 他背负双手 飘然往南 有所领悟 借助阎魔之手 斩出的身外化身 魔君之法 幻灭天魔 一脸迷茫 这可是原始魔道之主 也是灭天门的真正祖师 魔君怕直接修炼 魔皇爪承载的魔皇点 而成为魔皇爪的奴隶 因此钻研各邪神邪魔的 天赋五道 将魔皇点的功法分解 然后借助不同宝物 将自己肉身四分五裂 各自修行 心脏修炼成了 大自在天子真身 左手修炼成皇权真身 右手为六灭阎魔身 双脚是修罗道体 身躯是明海沙体 头颅是太史魔体 然后六魔归一 成就无上魔区 韩广解释了一句 所以 本作将修炼的 六灭炎魔身功法 借助神兵斩出 若是再得到东皇中碎片 则能再斩天地预测相关 他没有说完的是 只有魔佛之法贯通 和连接了两门 截然不同功法的前提下 才能这么做 否则炎魔与天地矛盾 一旦斩出 自身真灵 也会随之分裂 再无法得到圆满 彻底停滞不前 不过这不是最紧要的事情 紧要的是 现在有了机会 韩广双手洁白如玉 不见丝毫邪气 也没了那口岁月之刀 因为要让身外化身 具备光阴功法 只能靠神兵帮忙 幻摩天魔一或道 机会 韩广遥望远方 对 去玄天宗的机会 我已经等得足够久了 至于摇尺内发展成什么样子 都无所谓 顶多损失掉两件神兵 和一具还能再练的身外化身 第二十二章 池中宝物多 一片不算大的湖泊 荡漾着波光 片片如同精灵 仿佛由无量剑气 或刀芒凝成 光是目睹 就有万剑穿心 和一芒刺眼的幻觉 而一道道或湛蓝幽绿 或纯青金黄 或赤红赤白的光芒 不时从水底钻出 飞上半空 盘旋缭绕 彰显着自身凶利 等到发泄一通 才重归湖里 接受温养 这就是摇尺 诸天万界 独一无二的摇尺 在不远之处 有道红如鲜血的身影 缓缓浮现 目光略显灼热地 看着这幅场景 似乎他们都将成为 自身囊中之物 俨然便是刚才战斗中 无声无息消失的 血海罗刹 血海罗刹身躯模糊 水光流动 像是由一道道血影 重叠凝成 而每道血影 都给人争宁残忍 又痛苦怨毒的感觉 他的身上 似乎发生了 什么不小的改变 但手中依旧 提着那口薄薄的 化血神刀 浩天境核心碎片 东黄中碎片 这都将是我的 血海罗刹低沉出声 迈开步伐 拉出模糊血影 在一道道 颜色各异的 胸利光芒之中 闪转腾挪 快速前行 他仿佛总是能 提前预知 恰到好处 避开神兵的攻击 和法宝的覆盖 随着他越来越 靠近摇尺 神兵和法宝碎片的 品阶越来越高 也让人越来越 以身不死 才能打开一条通道 突然 血海罗刹眼前一黑 一道幽光无中生有 诡异凸显于他的面前 电光石火之间 就刺中了他的身体 破 这道幽光 穿透了血海罗刹的身躯 留下一个猙獰的大洞 但里面没有五脏六腑 只得蠕动的血液 和模糊的影子 而大洞边缘 血液染上了蓝黑 如在冻结 此时 血海罗刹也看清楚了 这道幽光 它是一口没了 剑尖和剑柄的断剑 像是由黑色水叶凝成 一道道符印在深处 再沉再浮 有的破苏 有的完好 其上书有上古撰文 玄冥二字 闪烁着阴柔冰冷的气息 一口天仙级的神兵长剑 血海罗刹右手握着的化血神刀 忽然泛起血光 倒灌入他的法身 冻结被同化 蓝黑被消除 血液如动 伤口迅速复原 完好无损 目标直指号天境 和东皇中碎片的他 固步的纠缠 化血神刀往后一展 重重血影浮现 半空像是多了一汪 无边无际的血海 澎湃汹涌 瞬间将玄冥剑碎片吞没 与他激烈抗衡 抓住机会 血海罗刹飞快往前 脚下阴晕开始消退 出现了泛着金属光泽的 根筋之筋 太白真筋等物 他们本是瑶池边缘的阴晕 一年复一年的受到池水冲刷 慢慢改变了本质 化作了金型之物的精华 最靠着瑶池的部分 更是能用来炼制神兵的珍稀材料 看到他们 也就表示 血海罗刹正式进入瑶池范围 就在这时 半空忽有碧绿光芒垂落 却是一面写满了佛法的金帆 如是我闻之声不绝于耳 一个个金色万字符 在菩提绿光里凸显而出 菩提般若帆 血海罗刹似乎认得此物 手中化血神刀光芒突然大亮 这是菩提古佛 未成到之前的宝物 最善降妖符魔 捆绑封印 这面金帆之余小半 但绿光金芒的照耀之下 血海罗刹连续地躲避 竟然都只能让自身愈发靠近他 被菩提绿光清静一刷 他顿时 被金帆猛地笼罩在了身上 一个个金色万字符化作枷锁 将他团团裹住 金文之声回荡半空 突然 金色万字符缝隙内 射出了一道深沉鲜红的光芒 此光一现 血盲一道接一道迸射而出 就像血色大日的光芒无法掩盖 血光盘绕 于附近重新凝结出了血海罗刹的身影 他手中的化血神刀 展现出了一种 妖艺邪恶到近乎成为实质的感觉 似乎只要被他伤到一点 立刻便会化作一滩浓血 可 还好兄弟压过了蝉意 彼此矛盾 否则哪有这么轻松 血海罗刹轻壳一声 气息略有下降 身影一闪 扑到了池水边缘 他运转功法 展露自身在永生谷感悟到的 少许浩天镜气息 已勾动成在摇池中央的浩天镜核心碎片 气息缓缓释放 蔓延向远处池水 忽然 周围气氛一下凝固 摇池中央位置 无声无息出现了一个漩涡 漩涡瞬间变身 一道道幽暗光芒 从深处射出 照向高空每一个角落 那盘旋环绕的神兵法宝碎片 同时发出污液的声音 轻轻颤抖 一个接一个 重新投入了摇池 天空为之清凝 幽光如同莲花 一半半绽放 漩涡深处的摇池之水 拖着一件事物浮了上来 这是一块巴掌大小的镜面 左边有明显断痕 右侧没有边缘 其上有着独特玄傲的花纹 如同大道的烙印 就像天珠府和霸王绝刀上 具备的那些一样 它古朴沧桑 表面黑尘 似乎映照不出任何事物 但又隐约贯通了诸天万剑 血海罗刹心头一喜 暗自低语 浩天镜 核心碎片 这就是自己此行最重要的目的 和他相比 得到冬皇中碎片 以及掠夺苏无明 和其他法身精血 都得排到后面 有了他 自己能具备大部分传说特征 将来有望自证传说 至于冬皇中碎片 浩高勿远要不得 先证传说 再提造化 他想法刚现 浩天镜核心碎片黑尘的镜面 忽然迸发幽光 凝成一道 照在了他的身上 顿时 四周凝固了 血海罗刹也凝固了 就这么定在那里 如同泥雕木偶 在清帝手中时 浩天镜一个最大作用 就是定身 只要被浩天镜照到 不管你是佛陀先尊 还是邪魔妖物 都会定在当场 传说难逃 造化也得凝固好几个刹那 除非功法特殊 或有相应神兵宝物抗衡 据说鼎盛时 此物甚至能定住 彼岸大人物刹那 如今浩天镜破碎 不负当年之威 但核心碎片定住血海罗刹 还是轻而易举的 与此同时 镜面反射的其他光芒 流向四面八方 似乎将摇池天地 分割成了一个又一个 不同的世界 古尔多和韩广回过神来时 发现彼此已经被隔绝 再难沟通 只能循着道路 先到摇池边缘 再想会合之事 就连孟奇也眼前一花 身边的陆大先生 已经远在别的世界了 视线内幽暗深沉 只能看得到不远处的摇池 浩天镜核心碎片轻微颤抖 照在血海罗刹身上的那道幽光 缓慢凝缩 镜面变得清晰 照出了血海罗刹的身影 镜中身影一线 血海罗刹四周的阴晕虚空突然压扁 它的身体 也由立体往着平面转变 短短瞬间 血海罗刹连通周围 世界化做了一张保纸 没有厚度的保纸 浩天镜碎片 能模拟更高层次的真实之界 沟通较低层次的重重宇宙 让人能提前感悟它我 核心碎片自然能以高层次的状态 沟通更低层次的状态 只有长与宽的平面世界 让镜中映照出来的事物 转化于此 镜中血海罗刹身影模糊 如同波光般破碎 那张保纸 随之被无形之手撕裂 再无法复原 突然 血光一闪 远处浮现出血海罗刹的身影 它大口喘着气 充满了后怕的情绪 若非自己早就知道会这样 用了替身傀儡 现在死掉的就是自己了 不过 这也是机会 它看着还在轻微颤抖的 浩天镜碎片 化作血光 挥出了化血神刀 要将这桩宝物 污染成自身所属 它眼中的猙獰化作了灼热 但就在这时 瑶池之水突然疯狂上涨 一道七彩光芒冲了出来 刷在化血神刀之上 啪的一声 血海罗刹被直接刷入了瑶池 而在这个瞬间 它也看清楚了这道七彩光芒 这是一节中执掌的菩提断枝 镶嵌有琉璃等七宝 闪烁着清净蝉光 是它 血海罗刹的瞳孔剧烈收缩 它竟然也碎掉了 它是七宝妙术 佛门中与菩提妙术并称之物 是菩提古佛成道之物 它竟然碎掉了 扑通 血海罗刹跌入了瑶池 陆大先生与孟奇 被好天惊异能隔绝 只能小心往着瑶池前行 走了一阵 他前方虚空如洞 浮现出一道身影 俨然便是度视法王 度视法王竟然没选择偷袭 而是目光深沉地看着陆大先生 沙哑着声音道 你我同代 最初我风光无限 而你只是普通江湖人士 根本不值得我多看一眼 谁知你越来越强 竟然将我完全压过 真是让人不甘心啊 我承认我现在不如你 但今日此地 我有地力在身 想要好好和你较量一番 度视法王也有着对武道的追求 没有选择断掉雀桥后离开 陆大先生脸色变得庄严 举起了一心剑 做出请得起手势 给予最大的尊重 兄弟的神兵法宝碎片 在昊天静照耀下沉入了摇池 孟奇前行是一帆风顺 没遇到什么阻碍 很快就来到了摇池边缘 看到了那黑尘的残境 就在这时 池水涌动 一道血影冲了出来 却是刚才被刷落的血海罗刹 血海罗刹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孟奇 然后看了看 还在那昊天静核心碎片 抬起了化血神刀 笑了一声 嘿 不是冤家不巨头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你终究撞到 我手上了 第二十三章 请继续死下去吧 你终究撞到 我手上了 血海罗刹心红的双眼 残忍而争鸣 看着孟奇的目光充满了笃定 似乎已经能够遇见到自身的胜利 而对方必将是死人一鸣 他哪来的信心 这是孟奇心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 在天下所有法身里 血海罗刹是最弱的存在 比地仙级的古神差了很多 而知道自己单队单强杀了古神后 距离地仙都还有一段距离的他 凭什么能说得出这样的话语 事由反常必为妖 血海罗刹是另有依仗 孟奇心灵剔透 如同最纯粹的镜面 映照着周围的场景 探查着可能存在的埋伏 然而 除了还轻微颤抖的 浩天镜核心碎片 这里风平浪静 连先前呼啸来去的胸利光芒 都沉入了池中 总之 不能大意 就算血海罗刹是在虚张声势 以求逃路 也不能大意 念头电传间 赤色力芒 内里似有血浪起伏 自成一界 将刀中天地的力量 借用了几分 愈发无声无息 仿佛一道闪电 原来 是对化血神刀的掌控 更上一层楼了 孟奇想法一动 头顶混混顿顿的太上 无纪元史庆云 又一次垂下刀刀幽光 如岩浅水木般 将自身笼罩 右手霸王绝刀 则发出绚烂紫光 通体剔透 电蛇凝聚 道纹引线 破 孟奇不躲不闪 任由赤色刀芒 劈中了混沌幽光 但水波 涟漪 阵阵晃荡 血色刀芒就像陷入了 无影宇宙 怎么都到达不了尽头 永远的黑暗幽深 再也记不起任何反应 试图渗透的血影 也失去了后续 刀芒消散 血海罗刹身影乍现 看见孟奇高举着右手 绝刀 散发出至正至阳 至刚的雷霆气息 以生命间的磅礴力量 化作紫色电笼 浩浩荡荡 展向了自己 他身体呼得崩散 化作无数血影 向着四面八方退走 以避开这一刀 重重血影飞顿 眼前突然一亮 皆看到了那口沉重的紫色雷刀 不同方向不同位置血影 都仿佛自动投向了刀锋电芒 这个瞬间 血海罗刹就仿佛回到了 北周和草原交界处 自己怎么追索 都和苏梦差之毫厘 失之交臂 而现在 无论怎么逃顿 都躲不开 被长刀斩中的结局 强大的是命运 不求来世 结局注定 轰隆 一声闷雷乍响 紫电雷光噼里啪啦 击灭着一道道血影 将污秽血腥的气息 驱散一空 血影全消 薄薄的化血神刀 扶着一层紫电 缓缓下落 就在这时 感受到 孟奇强横霸道的气势 漂浮在摇池半空的 浩天镜核心碎片 再次凝聚出了一道幽光 以瞬间来临的架势 照向了孟奇 破 孟奇顿入虚空 也躲闪不及 被直接照中 庆云垂下的 混沌幽光猛的膨胀 旋即消散一空 硬生生与这定身幽光 同时幻灭 只是一击 与幻想巨线的 齐天大圣 打了半天才破掉的 无极硬防御轰然瓦解 现出了孟奇 犯着弹惊的身躯 原始庆云缩回了倪丸宫 而化血神刀刀柄处 先是一只流动着 浓郁血光的手掌浮现 继而勾勒出了 血海罗刹的完整身影 他宁笑看着孟奇道 怎么样 血海不灭 本作不落 你杀不死本作的 怎么样 浩天静一击的感觉 很美妙吧 此时 孟奇突然醒悟 原来血海罗刹打得如意算盘 是借助摇池内神兵法宝的碎片帮忙 自己和他交手时 无论气势 实力 还是玄妙特征 都在他之上 很容易被凶利气息 代替了灵性的神兵法宝碎片针对 而他韬光养晦 等待机会的出现 而感应之中 孟奇发觉 虽然浩天静核心碎片 暂时处在了颤抖之中 但试了他的照耀 摇池顿时掀起了波浪 里面的道道凶利气息 再次蠢蠢欲动 即将冲杀出来 必须速战速决 孟奇突然动了 头上又长出了两颗头颅 身上共六条手臂 分别持握古印 小镜 玉和 紫星 姓黄旗和霸王绝刀 其中持握着 铃铛般紫色心脏的那只手 轻轻摇动 铃声如钟 震荡真灵 凝笑得血海 罗刹顿时 有点失魂落魄 然后被孟奇姓黄旗挥洒出的 朵朵金莲缠绕 仿佛被绳索捆绑 而金莲皆绽放物己豪光 亿万交错 声声定住了血影的 如动变化 迟缓了 化血神刀的反扑 孟奇霸王绝刀再举 轰然斩落 就像是一轮紫色大日 坠入了血海 绽放出无与伦比的光芒与灼热 无量光 无量兽 血海被光芒消融 被灼热蒸发 这触摇尺边缘 再不见半点赤色 突然 搜的一下 一只燃烧着虚幻子火的朱雀 从摇尺内腾起 张开翅膀 扑向了孟奇 孟奇只来得及凸显出眼中的 道意琉璃灯 照出黑白流转的莫名光滑 照出了虚幻的时光长河 让朱雀仿佛有重重枷锁在身 速度为之一缓 抓住这个机会 孟奇双脚施展虚空印 拉开了距离 让咫尺化作了天涯 一层层虚空被烧穿 朱雀扑到了孟奇身前 但此时霸王绝刀已经返回 当的一声 电火齐飞 将朱雀声声劈了回去 霸气外露 直到此时 孟奇才看清楚 这只虚幻朱雀 是口断剑所画 其上刻着四个转字 离火朱雀 鼎盛时 同样是一口天仙级的神兵长剑 大日光芒与灼热散去 化血神刀孤零零飘在半空 血海罗刹似乎已经陨落 但是 刀柄处又迅速勾勒出 泛着血光的手掌 飞快蔓延 重新生成了血海罗刹 他大笑道 没用的 血神功与血海大法的结合 若是这么好杀 本教早就灭门了 话音刚落 他秃地化作一道血影 以电闪雷鸣般的速度 扑向了孟奇 手中的化血神刀 似乎与身相合了 孟奇握着黑白阴阳镜的手掌一番 幽光顿时将他笼罩 生机迅速转化为了死气 血影变得暗淡 行将溃散 就在这时 孟奇忽然心血来潮 有了极危险的预感 精神当即投入霸王绝刀 眼中到一流里等在放光芒 在他的身后 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道身影 穿着赤袍 浑身泛着血光 双目残忍冷漠 俨然便是又一个血海罗刹 但这个血海罗刹 气息极其恐怖 身体仿佛由血液凝成 摇晃间显出了体内的血海世界 朵朵血连花开 说不尽的诡异 这个血海罗刹 又长化作刀芒 披向了孟奇脑后 刀光吞吐之间 有一方天地生灭的虚幻感觉 一旦被斩中 或许便会当场化作浓血 刀光落下 这个血海罗刹眼中的孟奇 忽然与化作血影的 另外那个血海罗刹 对掉了位置 似乎一下间前后颠倒 命运混乱 破 赤色刀光斩中了血影 如长巾吞水 将它吸入了自身血色之中 孟奇长刀鞋指 目光里多有凝重 有些迟疑道 你 不是血海罗刹 他一开始表现出不强的实力 让自己以为杀招是借助 摇池内神兵法宝碎片的相助 结果关键时刻 突然发难 若非自己对命运敏感 对危险敏感 怕是已经着了道 真是奸诈狡猾 血海罗刹哈哈大笑 本作从未改变 只不过接受了老祖宗的意识融合 能与化血神刀产生完整共鸣 将他的天仙之力摧发出来 形成了当前这句身躯 他说话的语气和用词 都有了些微改变 原来是血魔回归 第一个回归的大门 孟奇恍然大悟 血衣教传承自原始魔道 修炼的是西年九幽血魔的道筒 后来更是得到了一口 与血魔有点关系的化血神刀 如今 失踪多年 传闻早就作画的血魔 竟然借助化血神刀 提前回归了一点意识 当真天地大劫来临 你误鬼蛇神都冒了出来 血海罗刹兼孟奇沉默 得意又因冷笑道 掠夺掉你们所有人的精血 本作就能成为真正的天仙 你们都要死 孟奇不去返校 抬起了霸王绝刀 刚才神兵法宝的碎片 会优先攻击我 而现在则恰恰相反 天时地利已变 我又有何惧之 你这具天仙躯体 能维持得了多久 我霸王绝刀在手 难道撑不到你力量消退 说到这里 他脸色一正 庄严道 你们这些死而不僵的家伙 既然已经死了 那就请继续死下去吧 探尼王宫再次打开 沁云飞腾 簇拥出古朴恐怖的盘古藩 竟然要抢先进攻 第24章 霸王绝刀的特性 盘古藩一现 整个摇池都似乎出现了晃动 阴云分开 水面裂开了一道深深的缝隙 盘古藩 原始精章 难怪有诸果之音的特征 血海罗刹眼睛里闪烁着凶芒 壮若恍然 他体内那血海世界 突地汹涌而出 道观此间 形成了足以淹没 摇池高空的血色汪洋 水波晃荡天地 澎湃着烟像梦奇 伴随着哗啦水声的 则是血海罗刹凶利 阴冷的声音 本作盗要试试传说中的首三印 虚幻的盘古藩下坠 与霸王绝刀相合 摇池天地顿时变得幽暗 有种不分上下左右前后的感觉 但血色汪洋依旧 要将这里化作血海世界 刀光一抹 展开了幽暗 披在了滔滔血海之上 将它一分为二 切口平整光滑 宛若流离 世间仿佛静止 明艳刀光斩破了重重阻碍 斩向了远方 一直到了天河附近方才消散 而紧跟着刀光的事 冲破了束缚的爆炸 给人无与伦比感觉的大爆炸 能量疯狂喷勃 物质点点诞生 时空似乎也由此出现 瞬间便将汪洋血海吞没 以扭曲的赤白取而代之 刀光与大爆炸 在摇尺法则下迅速平息 水面仿佛凭空低了一寸 四周空空茫茫 再无一点残余 血海罗刹和化血神刀 似乎在这样的开天辟地大爆炸 烟消云散了 就在这时 空无一物的虚空里 血色凸显 迅速凝结成了一口薄薄的血刀 血刀喷勃出源源不断的血液 再次形成了 足以淹没天地的赤色汪洋 血海罗刹沙哑沉的嗓音 回荡每一道波浪 开天印确实不凡 霸王绝刀也苏醒到了地仙层次 可惜 你自身没有地仙的实力 否则本作未必能扛得过去 血海尽消 哗啦 磅礴声响 血色大海铺天盖地涌向了孟奇 要将它完全淹没于内 孟奇太上 无纪元使清云的防御 与昊天境的幽光抵消 一时无法再生 只能依靠八九玄宫的肉体 忽然退后一步 化光钻入了瑶池水中 不过是临时的天仙躯体 看你拿什么来同化瑶池之水 金水相生 每一滴水液就仿佛一道锋锐剑气 疯狂斩向孟奇 而孟奇体泛淡精 深周缭绕着朵朵金莲 远在天边静在眼前般的金莲 将金水剑气尽数抵住 往下沉去 滔滔血海如天河道青 积水三千里 染红了一欲 飞快蔓延往下 追索孟奇 搜得一下 虚幻珠却再次腾起 紫色剑光烧向了血海 与此同时 一个只剩底部的小瓶钻出水面 将断口对准了血海 刹那之间 有风呼啸天地 黄灯灯不变东西 能上吹仙界 可下穿久忧 吹得人间胡江静荡 吹得鬼消仙散 吹得法身之离 却是上古年间一桩一宝 换作天地一气瓶 善能放出各种神风 如今 这便是堪比地仙巅峰吐出的三昧神风 风吹散了赤浪 吹散了血液 吹得滔滔不绝的汪洋薄了许多 气势颠倒之后 血海罗刹果然被 指于凶利之一的神兵法宝碎片针对 出现了短暂的僵持 可孟奇也并不好受 越是往下沉 瑶池之水蕴含的金型力量 就愈发恐怖 到了一半 便仿佛一口口神兵斩在身上 斩得精联窑洞 一朵朵飘零 而且 亦有一些神兵法宝碎片 本着接近原则 豁然来袭 一道闭色火焰化作的流光 带着深深的煞气 突然随步而来 却是一口断刀 悄无声息烧向孟奇 孟奇心灵感应四周 没有丝毫怠慢 霸王绝刀一旋 轻巧披在了碧焰侧方 扑得沉闷一声 碧焰仿佛要顺着雷光子电燃烧而去 但一触碰到霸王绝刀本体 当即熄灭 可这个时候 四面八方 上下左右 又有一道道凶光来袭 都非擅茶 尤其以底部为重 孟奇脸色凝重 忽然上浮 冲出了摇池 就像领航员一般 带着这一道道或暗红 或碧绿的光芒 冲向了滔滔血海 似乎要借助他们的力量 对付血海罗刹 紫火化作朱雀 碧焰仿佛绿蛇 湛蓝光辉形如水晶 暗红就像沉寂的大日 都跟在孟奇身后 浩浩荡荡打向血海 气势一时无两 豁然之间 赤色汪洋乎的收缩 重新凝成了血海罗刹的模样 面对着威势滔滔的来袭 他脸色如常 目光里闪烁的 净是猙獰的笑意 似乎早有预料 感应之中 浩天镜核心碎片 还在轻微颤抖 没有极具幽光 一切都是如此完美 血海罗刹凝笑出声 来得好 本作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天仙 他身影突地收缩 体内血海世界 亮起萌萌光辉 半空似乎多了一轮血色大人 天仙者 体内天地演化完毕 真正的自成一介 虽然无法与真实宇宙相比 但发挥到极致 足以媲美 一颗成熟恒星了 高高在上 照耀人间 世卫天仙 咔嚓 血色大日不是好像 就是真正的大日 摇尺虚空发出诡异的声响 为之扭曲弯折 并被染上了血色 四周时光都变缓了许多 梦琪看起来很慢 但无法遏制的趋势 投向着这颗血色恒星 甚至无需真正靠近 只要距离到了一定程度 他就会被恐怖的力量 撕扯成粉碎 这便是极致的天仙 非出入者能比 危急关头 梦琪身躯忽然如动 化作了一条人面蛇身的怪物 通体赤红 眼中映照出了时光的流逝 本就迟缓的一切更加迟缓了 连颜色都仿佛退去 等到血色大日恐怖的力量 拉扯破坏了这种感觉后 原地已然没了梦琪 只剩下那一道道凶利的光芒 他去哪里了 血海罗刹眼中 透出几分恼怒猙獰 这小子还真是手段多端 忽然 他心中一紧 只觉四周变得幽暗 漂浮于摇池上空的 浩天镜核心碎片 重新集聚了幽光 照了过来 躲 面对着危险的定身之光 已经用掉提升傀儡的血海罗刹 可不敢硬抗 自身功法 哪有无极硬那样玄妙 他趁镜面还未照过来的机会 忽然散掉了血色大日 化作刀刀刀血影 四散分开 真灵藏于其中一道 幽光照出 果不其然落空 重聚血海罗刹再现 暗自得意 但却有一种莫名诡异之感 似乎这幽光并没有之前那么危险 念头刚起 他目光突然凝固 只见摇池上空漂浮着的 足有两个浩天镜核心碎片 一个幽光已散 一个幽光凝聚 正映照着自己 怎么回事 两个浩天镜核心碎片 就在这时 映照着血海罗刹的那面 碎尽幽光喷勃 将它笼罩 而他也看到了 另外那个浩天镜核心碎片 如动扭曲 便做了圆皇苏梦 这 幽光之中 血海罗刹连法身带思维都停止了 从一开始 梦奇所言的 迫到血海罗杀灵十天先力量消失 就是在麻痹它 真正的目的是 借助浩天镜核心碎片 在它最强之时 将它击破 血海罗刹感应到的危险是真的 因为浩天镜核心碎片 确实在凝聚幽光 准备照相它 但被自己用原始领域 混淆了位置前后 让它以为 是自己变化的假浩天镜碎片所发 从而忽视了真正的浩天镜核心碎片 就算突然得到天仙级的力量 又如何 你的心态和应用技巧 都还停留在人仙层次 外物终究是外物 法身被定住 即将而来的 便是层次的降低 化作保纸 再无反抗之力 血海罗刹虽然不能再思考 但九幽血魔的意识 岂会束手待毙 运转最后一点想法 猛地炸开了法身 轰隆 幽光破碎 赤芒沸腾 化血神刀仿佛失去了灵性 带着稀薄的血色 冲出了浩天镜核心碎片的照耀 而这时 等待许久的孟琪 举起了霸道狂暴的绝刀 紫色雷电噼里啪啦荡开 血海罗刹恢复了灵质 力声喝道 没用的 虽然本作力量降低 但现在还是天仙层次 血海大法与血神弓的结合 不是你现在的程度 能够彻底抹削的 只要再等几息 本作就能汲取神刀力量恢复 虽然维持不了太久 但足以杀掉你 孟琪绝刀下劈 紫雷电舌荡开 化作了一道道无形波浪 再看不到明显刀光 声音宏大道 雷霆之力 电磁之力 是微小结构组成物质的力量之一 这也是霸王绝刀象征着的部分道文 你再是难杀 只要没突破真实与幻想的界限 哪怕柔和了元神与法相 有了虚幻的属性 也是有着物质基础的 这一刀 让你见识一下 雷霆之力 与传说掌控入微特征的结合 笼罩了所有 但又难以察觉的刀光 飘然下落 斩在了化血神刀之上 吃吃吃 血色分成了一滴滴血液 一滴滴血液 化作了更小的看不到的结构 不 血海罗刹惊恐的叫声突然发出 但就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渐渐消散 冰雪仙宫内 何七 云鹤与高兰守着退路 这时 高兰忽然抽剑战器 迈步走向外面 你去哪里 何七咒眉问道 高兰冷酷道 天下法身聚集于此 你们不担心被妖族趁火打劫吗 第25章 东皇中碎片线 妖族 何七重复着这两个字 脑海内悠然浮现出东海剑庄的状况 没有自己在派内 光靠神兵 弗令与大阵 能否挡得助手持妖圣枪的孔雀泰理 东海剑庄历经多代 到了何七 修炼至法身的功法才算完善 靠着孟奇的帮忙与合作 又得回了剑谷弗令 和足以镇压宗门的神兵生死比 一切逐渐走上正轨 似乎会越来越兴旺 这种时候 何七自然分外担忧 灾厄突然降临 他轻轻汗手 赞同了高兰的顾虑 确实该提防妖族趁火打劫 有老夫与云鹤真人留在此间 便应该足够了 云鹤脸庞红润 呵呵笑道 老道倒是不太担心 临出门前 让弟子们都回洞天前修了 至于珍贵事物 自然是一直存放在洞天本宗 全家不愁 真是老奸巨华 何七暗自感慨了一声 高兰手提人黄剑 雄姿阴发 昂藏走向冰雪先攻之外 这时 云鹤真人忽然笑眯眯 说了一句 高施主 天下法身聚集于此 若妖族不来 外界再无制衡你的力量 你会不会就此南下 印马神都 何七目光略微闪烁 显然早就想到 有这种可能 但并未放在心上 难尽是否被北州吞并 于几何干 自己只需要高兰出现在外面 震慑住妖族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即可 听到云鹤的问话 高兰脚步不停 脑袋不回 似笑非笑说了一句 震向来耐心 总有一日 你们会求着震一统南北 他身影渐远 已是离开了冰雪先攻 遥迟 四周被耗天境光芒 隔成了互相重叠 但彼此没有干扰的不同事件 古尔多提着天珠府 以所向披靡的姿态 打退了一道道凶利光芒 在略显幽暗的天地间 前行到了池水边缘 看到了漂浮于半空的 浩天境核心碎片 他被幽光与池水簇拥着 高高在上 凶利的气息流转 但处在奇怪的短暂虚弱状态 嘿 有人替本大汉 消耗了浩天境核心碎片的力量 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 古尔多心情畅快 暗笑一声 高举天珠府 化作一道空空蒙蒙的流光 飞向了浩天境核心碎片 气息散播之下 水中跃跃欲出的神兵法宝碎片 竟然全都折服 似乎知道厉害 明白只要被这道流光碰到 当场便会消去神意 变成真正的破铜烂铁 浩天境核心碎片轻微颤抖 被天珠府与古尔多 所化流光的靠近 做不出太大反应 眼看就要落入古尔多手中 可突然之间 一道七彩光滑 从池中腾起 猛地刷在了流光之上 啪 流光消散 现出了古尔多手持天珠府的身影 他被刷得倒飞回了池边 这是什么神兵 竟然在折仙之力下不动分毫 古尔多右手短暂麻痹 天珠府险些就掉落余地 力量反馈 麻痹消失 古尔多全神贯注 看着这节七彩断肢 感觉到了其中蕴含的大吉月 大清静 大寂灭 大自在之意 本质竟然不比浩天境核心碎片差多少 只不过 他看起来是本体的很小一部分 凶利之意 又与本身佛育矛盾 没办法斩露鼎盛时的威能一二 磅礴浩瀚的力量 在神灵之躯与天珠府间不断交互 古尔多的气势再有攀升 就真的像是主宰着苍穹的大神通者 与七彩断肢遥遥对峙 气氛越来越凝固 眼看便要一触即发 就在这时 一道白森森的光芒从池中射出 当的一声打在了天珠府侧面 诡异的感觉袭来 古尔多再也握不住天珠府 眼睁睁看着他脱手而出 而白森森的光芒 是一节弯曲的亮镯金属 似乎是某个镯子的碎片 布满了古朴玄奥的花纹 与七彩断肢和浩天镜碎片 相差仿佛 此时此刻 古尔多空门大开 天珠府似乎如生灵般有点眩晕 没有及时回防 但七彩断肢居然没有选择进攻 而是在远地轻轻晃动 像是自尽实力 不屑于别人的帮忙 机会稍纵即逝 天珠府自有灵性 忽然变得沉重 像是一颗巨大的恒星般 影响着周围 重新落于古尔多掌中 这两件神兵法宝碎片 都不是好对付的 古尔多退去了 看见浩天镜核心碎片时的欣喜 眼中只有这两个敌人 而且还得戒备 提防着浩天镜核心碎片 缓过来给自己一击 压力不比当初 同时面对陆大先生 与冲河道人小 摇池之水晃动 荡起轻轻的涟漪 显出其他世界的不平静 韩广右手藏着水波般的光阴 左手长有六指 握着不同的毁灭之意 毅力摇池边缘 而在他的对面 青山微动的苏乌明常见斜指 两人兜兜转转 竟然又碰撞到了一起 对峙中央的虚空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凸显出一个幽暗恐怖的漩涡 像是气机的碰撞 地面的跟筋等物 布满了剑痕与毁灭的迹象 苏乌明眼神淡薄空泛 似乎藏着无数个自己 他突然开口道 身外化身 虽然韩广借助炎魔之手 斩出的化身实力不凡 相当于帝仙 足以瞒过古尔多和杜氏法王等人 但正面争锋 全力以赴时 还是与本体有着一定差别 被苏乌明亏了出来 韩广微微一笑 若是毫无保留出手 本作自信能与你一争长短 可惜本作致不在此 如今与你还是有着不小差距 他坦然承认了 这是化身的事实 话音刚落 他体内突然有诡异波动散出 摇池之水或地下沉 中央似乎出现了一个深坑 某个沉在底部的事物 缓缓上升 说是缓缓上升 但与苏乌明和韩广的动作相比 他又快地不可思议 周围的时光仿佛出现了混乱 这是一块青铜碎片 上面刻着一节虚幻的长河 充满了沧桑古老 与亘古不变的意味 当 青铜碎片震动了一下 发出悠长的钟声 漩涡消失 剑痕和毁灭迹象减退 苏乌明与韩广往后退开 距离越来越大 而气势也从针锋相对缓和位 戒备提防 这方天地似乎在倒带 四周景象似乎在还原 玉皇山 玄天宗 你速速离开 此间无你之事 韩广吩咐着 幻灭天魔 幻灭天魔露出担忧的表情 宗主 光阴刀是绝世神兵 强夺怕事把握不大 不知你有什么妙解 能有什么妙解 韩广笑了一声 背负双手走向了玄天宗 闯进去 问一问他 到底愿不愿意跟着本座走 问一问他 究竟甘不甘心 第26章 光阴刀 通往摇池的道路上 虚空如动 人面凸显 杜氏法王手持两口透明短刃 突然出现在了陆大先生背后 如浮古英灵般狠狠刺下 剑间以恐怖的速度有序阵战 看起来与不动没任何区别 但阻挡在他前方的事物都寸寸粉碎 包括陆大先生护体的跟筋剑芒 可此时此刻 透明短刃前方突兀呈现出一口长剑 不知什么时候 陆大先生已经回剑于此 就等着杜氏法王自动送上门来 破 长剑与短刃碰撞 没有声响发出 没有气流横溢 短刃仿佛虚幻 没一点物质基础 在长剑之下 梦幻泡影般破碎 是 可与此同时 与剑光相隔不远的地方 陆大先生的护体 跟筋剑芒突然粉碎 化作了无数微不可及的鸡粉 浮显出了两口透明短刃 以陆大先生的境界和剑术 竟然会出现这种判断出错 失之毫厘 6以千里的事情 陆大先生的目光愈发专注 剑光呼的分化 列成了129600刀 彼此以3、6、7、9、12等数量 连成微小的阵法 而众多的微小阵法 构成了更大更强力的剑阵 最终 层层剑阵凝一 形成了恐怖绝伦 又覆盖广阔的大阵 搜搜搜 剑气纵横 剑光百合 抢在两口透明短刃 刺中陆大先生的登晶不灭体前 将它们吞没 然而 还是没有任何触碰到实质的感觉 只能将自身户的严严实实 仙徒防御 剑阵之外 虚空如动 一道透明的人影 飞快游走 时而消失 时而出现 给予卓陆大先生极强的压迫 引诱他进攻 引诱他挥剑斩击 杜氏法王双目 死死盯着剑阵 冷静中透着少许灼热 等待着剑阵破绽的出现 他等了很多年 终于等到了 能与陆大先生平分秋色 各争圣机的机会 虚空不仅仅能用来融合躲藏 无形刺杀 也不仅仅能置顾封锁敌人 或者直接切割身体存在的空间 破掉护身硬弓 虚空还可以扭曲视线 扭曲听觉 扭曲精神的感应 扭曲敌人对危险预感来源的判断 让他们犯下种种错误 让自己就算站在他们面前 将短刃插入他们的胸口 他们在死亡降临前 也毫无所觉 再结合摇池弥漫的精行锋锐之力 哪怕是扭曲感官产生的幻影 也具备一定的攻击力和危险性 真真假假浑然一体 能互相转化 除了不留死角的防御 再无别的办法 而这种掌控入微到可怕程度的防御 他又能坚持多久 这就是自己所言的地理 这就是杜氏法王 飞浪得虚名的证据 剑光遍布陆大先生四周 时而展开 试图以手带弓 覆盖方圆 但总是被杜氏 法王远盾 难以得手 这是他的强项 幻灭天魔之道玉皇山将有大变 不敢耽搁 转身顿离了此间 韩广副手前行 身躯悄然变化 到了解冰池时 已然是一位乌发中夹杂着银丝的半白道士 容貌轻渠 出尘而飘逸 俨然便是玄天宗一位太上长老守节 拜见太师叔祖 玉皇山平和安宁 护山大镇指向日常时候般 开启了小部分 守在此地的弟子 见是外出游历的长辈归来 不敢怠慢 庄重行礼 韩广微笑汗手 恰逢一件要事 不得不提前返回 掌门可曾在闭关 如今玄天宗掌门是虚道人 守自备之下 最出类拔萃的人物 从小在玉皇山脚长大 幼时抓周就抓了的虚字 败入玄天宗后 也恰好是虚自备 因此得了道号虚众 但世人常直接称呼他 虚道人 如今年不过甲子 已然是外景巅峰 胜过守卓守节等师伯师叔 回师叔祖 掌门前几日已经出关 这段时日都在处理俗物 守着谢宾池的弟子 恭恭敬敬回答 天地道统最重规矩 是到门三家里 对遗鬼最为上心的门派 如此甚好 韩广点了点头 悠然自得往上 一点也没有潜入 别人门派的紧张和忐忑 类似的事情 他已经做得够多了 行了一阵 靠近了玉皇山顶的天地殿 韩广忽然顿足 因为这里暗藏杀鸡 核心阵法悄然开启着 不得掌门御令 贸然来到此处者 都会被无情绞杀 自韩广潜伏少林之事败露 各大宗门世家都有所警惕 因为人员进出频繁的关系 完整的护山大阵 不可能一直开启 但核心区域都做了类似处理 以神兵为书籍 沙阵暗起 不比护山大阵差多少 面对于此 韩广微微一笑 对着天地殿 摇摇打了个棋手 掌心暗阵 牵引动了沙阵外层 一时风起云涌 四周如沉到了水底 近视波光 与此同时 他朗声道 拼道有要事 求见掌门 声音远远荡开 传入了天地殿 少请 阵法略有变化 韩广前方浮出了一道水墓 现出了厚电镜室内的场景 一座威严神圣的天地雕像 高耸于宽阔的室中 目视前方 如在俯视诸天万界 衡量神佛先生 与妖魔鬼怪一举一动 雕像前方的供桌上 摆放着一个青绿色的匣子 光泽温润 由仙灵域雕刻而成 隐约能看到 里面装着一口 剥光收敛的骨桌长刀 而在供桌前方 摆着几个蒲团 一位头发乌黑的道士 就坐在天地向下 背对青绿玉侠 面朝韩广 这道人气质柔和 手虚手镜 与威严庄重的大殿 形成了鲜明对比 引有几分真道士的风范 他睁开双目 两个眸子就像两个齿眼 清澈中晃动着连衣 手结诗书 有何要事 话未说完 须到人眼中波浪起伏 阴云密布 不 你不是 声音未落 韩广眉心已凸显出 金色万字符 右手波光凌凌 猛地往前展出 仙秦瑞兽的叫声退去 奇花异草的色彩消散 天地间仿佛只欲下 黑白二色 沙阵露出的些微破绽 被胆大无比的韩广抓住 潺潺流水 四倍堤坝拦截 不断流向前方 却只能越积越高 暂时无法弥补 那映照着厚电近视的水墓 水墓荡漾 韩广将声音揉入神石 直接穿透了略有凝固的画面 打入了后殿 飞向了青绿玉侠 震荡在光阴刀四周 天庭坠落 九重天破碎 而纪元未曾终结 为何 因为天地不甘 临死时以自己法身 与天道印 天宫融合 炼制出了 你这口光阴刀 让你承载着他的执念 成为他的另类传承者 天地没有彻底消亡 还有不甘执念延续 你若存在 这个纪元便不会终结 你甘心一直折服吗 你甘心被 碌碌无为的庸人掌控吗 你甘心天地所有的执念 都变作梦幻泡影吗 韩广生生如雷 震撤着仙灵玉侠 完全不顾虚道人 正召集宗师 疯狂发动杀阵 就算你甘心于此 他们会给你机会吗 浩天竟是什么下场 你不知道吗 韩广少见的目光波动 专注又期待地 看着青绿玉侠 玉侠内 古捉长刀剥光收敛 没有半点连衣 似乎韩广所言 都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这 韩广目光凝固了 摇池路上 剑阵呼的收敛 化作一道纯粹 又无他的剑光 展向了远处虚空 大 一声脆响 透明的人影 从虚空里退了出来 不敢置信地 看着自己的双手 看着抵住了 神兵短刃的长剑 你 你怎么找到的 都市法王 恶然看着陆大先生 没做反击 也没顾其他 紧紧几夕的时光 自己引以为傲的 虚空唤醒大法 就被陆大先生看破了 自己没留下 任何蛛丝马迹啊 陆大先生尊重看着他 仅仅道了一句 你的心不敬 心不敬 便有痕 以自己独一无二之心 毫无疑问 能感应到存在 原来如此 都市法王惨笑一声 一心见 一心见 我终究还是败在了心上 说话间 他的身影忽然垮塌 像是融入了摇池 再也不见任何踪影 只留下声音回荡 若再让你成长下去 你迟早会自证传说 可惜 你今日注定要死在摇池 另外的时空里 天地倒带 一切重来 韩广这次小心翼翼 避开了苏无名 靠向摇池之水 当 化血神刀失去了光泽 落在了金属地面上 血海罗刹不甘 又惊恐的惨叫还在回荡 但已渐渐变弱 四周无有任何血色残留 只有在这里天地法则下 重新凝聚成的片片 更经真经 飘然落下 孟奇绣袍一张 收起了化血神刀 目光投向了 浩天镜核心碎片 收取它 才是最大的危险 最大的考验 就在这时 浩天镜碎片 轻轻跳跃了一下 突然投向了摇池中央 油光四射间 一方之前 被隐藏的天地 悄然浮出 那里仿佛海市渗楼 有着重重宫殿楼阁 正是当年 金黄西王母的居所 在停开楼阁之间 孟奇突然看见了 一道白色的身影 空灵而出尘 静静立在那里 仿佛亘古不变的雕像 这感觉是异常熟悉 相隔了十年 也历历在目 他曾经来过摇池 第27章 鹿鸦的算盘 作为无声老母的转世 也就是金黄 西王母的转世 顾小桑不管愿不愿意 都继承了绝大部分的记忆 找到摇池别的安全入口 踏足王母居所 并不是什么 太难理解的事情 只要他不懵了心智 从宫殿中出来 试图收服摇池之中的 神兵法宝碎片 危险并不算大 只是 为何还有身影残留 仿佛雕像 梦奇的顿光秃得加快 紧随昊天境核心碎片 投向了这片属于金黄的宫殿 天地雕像威严俯视万芳 坐下仙灵域 狭犯着温润柔和的光芒 内中那口鼓捉的光阴刀 没有半点异状 依旧在深深地沉睡 空着双手的寒广 深陷沙阵 目光凝固 似乎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结果 不管是跟随 而是拒绝 都该给点反应啊 这番说辞 乃自身历经艰辛才得到的隐秘 绝对算得上诛天万界 排在前列的消息 而且是关了光阴刀本身 他为何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盘坐供桌前的虚道人 右手呼地往后探出 静谧柔和的气质 猛然变得巍峨高秒 后探的动作刚线 就严丝合缝 握住了那口 仿佛岁月凝成的长刀 光阴刀主动将刀柄 凑到了他的掌中 虚道人的双眼里 含着淡淡的嘲讽 光阴刀从背后抽出 劈向了前方 魔师寒广 神化天地 玄天宗等你足足十几年了 执掌光阴刀不知多少代人 怎么也有点香火之情 光阴如水 无形流动于天地之间 寂灭了佛陀 作画了仙神 熄灭了恒星 送别了宇宙 多少强极一时的人物 多少似乎能亘古不变的事物 最终都败给了光阴 消散于虚幻的时光长河之内 灵灵波光映入了寒光眼中 他只来得及推出一掌 与这一刀有着诸多共通之处的一掌 虚幻如水龙照万物的一掌 天地万物 星辰宇宙 倒数武功 世间一切事物与有为之法 都因缘而生 因缘而变异 不能更久不变 终将灭坏 这是世间的无常 真正不变的状态 恒星会变作黑洞 黑洞会随着宇宙的消亡的破灭 宇宙浩瀚无垠 若不掌握高层次虚空的奥妙 光靠速度 就算神佛先胜 终其一生也横渡不得 可就是这样的宇宙 也难逃无常 而一切无常 始于时光 这一掌便是天地版的 如来神掌第八诗 诸行无常 无声无息间 光阴流逝 与岁月无常相遇 四周近乎凝固 寒光眼中只能看见 一幅幅诡异凸显 又诡异消失的画面 然后感官便仿佛失去 一座城池内 有位中年文士 牵着个俊俏可爱的小男孩 夺步走向自身宅院的地下密道 小男孩不过六七岁 身量在童年龄 孩童只能算中等 但唇红齿白 脸庞如玉 行走间有着几分一气直屎 又不怒自威的气质 似乎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地位颇高 中年文士步履悠然 姿态潇洒 到了密道门前时 突然顿步 寒笑看着小男孩 里面是你的师兄师弟 师姐师妹 你们好好交流感情 希望你七日之后还能活着 为师很看好你 七日之后还能活着 小男孩年纪不大 却异常聪颖 文言品出不对 愕然看向了中年文士 师父 您什么意思 中年文士呵呵一笑 我们是邪魔九道之一 只信封力量和智慧 和同辈弟子的残杀 是不可避免的 只有胜利者 将来才能走得更远 为师不知其他天魔是不是这样 但为师觉得 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彼此间的残杀 能彻底激发潜力 让一个人真正焕然一新 小男孩听得明白 满脸的恐惧和愤怒 你 你该死 我是宗主亲自交给你的弟子 你休想这样对我 我 我可是皇子 嘿 一个王国多年的皇子 能有什么地位 宗主凭什么要对你另眼相看 他既然将你交给为师 显然是 默许为师任意处置 中年文士 眼中闪烁着愉悦又残忍的光芒 你 你撒谎 小男孩目光里 多是畏惧和恨意 似乎恨不得将面前之人千刀万剐 但周身如被气流束缚 怎么都做不出动作 中年文士蹲了下来 笑咪咪道 这可不行 你得学会控制和隐藏自己的情绪 真正的邪魔 不是那种靠瞪人靠发怒 靠狠话 才能震慑对方的存在 这些情绪会出卖你 让你的心灵赤裸裸展现在敌人面前 使你遭遇失败 乃至死亡 真正的邪魔都是谈笑杀人 悠然潇洒 表现出来的任何情绪 都是为了诱使对方上钩的鱼儿 你如果想杀为师报仇 就一定要注意这点 就像当年的新盛 一举一动 何等洒然何等有风资 击杀敌人事业一样 闭上眼睛 收敛你的情绪 将它们藏在深处 否则为师会现在挖掉这双招子 小男孩打了个寒战 死死闭上了眼睛 不敢睁开 似乎担心眼睛出卖了自己 惨遭挖出 看见他浑身都在站立 中年文士笑了笑 左手一推 打开了密道之门 然后将小男孩推入了这座 有着诸多房间和通道的地下宫殿 碰 密道之门关上 小男孩吓得睁开了眼睛 只见远处有着几根摇曳昏黄光芒的蜡烛 一个比自己大的男孩 趴在烛光下 背心插着一口匕首 鲜血正鼓鼓流出 正处在弥留状态 或许是关门之声 惊动了这名重伤者 他忽然有些回光返照 艰难抬头 看见了门边的小男孩 气弱游斯般迷茫道 是 谁 你是谁 小男孩豁然一惊 脑海如被锯锤击中 竟是惊心直冒 眼中充满了惊恶 疑惑和茫然 我是谁 我在哪里 浩天静核心碎片 拖出了一道幽暗的轨迹 落入了王母殿 孟奇紧随其后 顿光降临于殿门前 他没有立刻追进去 而是侧头 看向精灵般的白裙身影 他就藏在回廊尽头 眉目如画 五官精致 一喜一称 俨然便是熟悉的顾小桑 但这个顾小桑冰冰冷冷 没有任何气息 似乎只是一尊雕像 孟奇的精神 瞬间蔓延了过去 触碰到了顾小桑 精气暗藏 兵机玉骨 竟然是天生仙体 可刚与孟奇的精神接触 这具躯体就轰然坍塌 像是风化多年的沙雕 散成了一地的冰渣与水珠 愣了愣 孟奇突得恍然大悟 这怕是顾小桑 为自己准备的另一具身体 未将来斩断过去 摆脱无声老母准备的躯体 就像自己的地球之身一样 只不过地球之身 本来就是自己 彼此间有着微妙联系 能同时提升 而顾小桑这具身体 纯粹由宝物练成 精生水 水运生机 顾小桑用摇池最精华的 太义精水 给自身练制了这具天生仙体 可是 时光推移 他终究没能用上这个后手 未能成功将自己的那部分自我 转移到这具躯体之上 而躯体的破碎 是无声老母声怒下的波及 希望越多 失望越大 孟奇目光忧深 踢着霸王绝刀冲入了王母殿 恰好看见浩天镜核心碎片 收敛了幽光 让摇池边缘隔绝处的重重天地 复归正常 然后漂浮在了一汪精水之上 这汪精水不过方圆持续 给人晶莹剔透 又朦朦胧胧的感觉 深处似乎沉着一件事物 啪的一声 霸王绝刀窜出紫电 照亮了幽暗的殿中 照透了这汪精水 让孟奇看清楚了那件事物 这是一个头颅 一个紧闭着双眼的头颅 他属于一位轻渠的老者 头发花白 但五落长须全部漆黑 两者形成鲜明又诡异的对比 散发出浓郁又熟悉的邪恶气息 孟奇内心咯噔了一下 脑海内冒出了两个字 魔君 这是盖带魔君的头颅 他能将自身魔心斩出 练成大自在天子真身 自然也能将脑袋斩出 练成别的什么魔神 而他的头颅所在 或许便是真灵所在 他沉睡于此 借助摇池这九重天上三层的特殊 借助太义精水的温养 抵御时光的侵蚀 孟奇呼的恍然大悟 路牙真正的目的 果然不是浩天境核心碎片 而是让自己进入摇池 惊动魔君 使得他提前苏醒 无法恢复到最好的状态 从而为 能以巅峰状况回归的他 创造博弈斗争的优势 而自己死不死 都非他考虑和衡量的事情 大能之争 向来便是这样不落痕迹 至于浩天境核心碎片 在魔君发现了摇池秘密入口 沉睡于此的前提下 毫无疑问 已经被他收服 只不过这种碎片类事物 施展一次得积蓄力量 无法不间断应用 就在这时 这颗头颅突然睁开了眼睛 那是两个黑洞 最初的恶 最开始的恶 摇池边缘 天地间隔消失 被七彩断枝和手镯碎片 打得只能疲于奔命的古尔多 看到了陆大先生 看到了苏无名 看到了魔师韩广 而韩广也看到了 竭力避开的苏无名等人 魔君眼睛睁开 孟奇当即腾出庆云 不敢贸然逃顿 路鸦道友打得 确实是如意算盘 但本坐向来狡图三枯 魔君未曾动手 微微一笑 可惜啊 你们得葬身此地了 话音刚落 他头颅往下一沉 虚空有青铜骨关冒出 心脏从中飞离 落到了口中 紧接着 魔君连头带心 穿透了太义经水池 消失无踪 不知顿向了何方 他没有来得及 带走好天境核心碎片 因为摇池发生了异变 一道道天地法则 化作了无法言喻的诡异花纹 尽数凸显了出来 像是一条条虚幻 又恐怖的枷锁或封条 将摇池完全包裹 孟奇心灵一动 抬头往上 感官似乎拔高 看到了整个摇池的形状 只见一只虚幻又洁白的手掌 拖住了整个摇池 将它从九重天第二层摘了出来 自身与之相比 显得渺小的摇池 就这么静静躺在这只手掌中 而顺着手掌网上 能够看到 一座巍峨神圣的雕像 这是无声老母的雕像 杜氏法王立于雕像尖头 俯视下方 庄言道 老母要用摇池碎片 与你们炼制一口绝世神兵 摇池被手掌抓住 内中凶芒与法身 都无法冲出屏障 所有人所有物 都被困在了摇池之中 面对于此 孟奇忽然叹了口气 自己总是被逼得 使出最后的后手 他掏出了大稻之树 伸进了太一经水池 他早就极可难难 第28章 四十年来如一梦 巍峨圣洁的神像伸出右手 拖着一个闪烁金属光泽的身底圆盘 盘中有一汪汤水 其上飘着些微残渣 而孟奇等人便是残渣之一 这也是当前景象的生动描述 双方的对比差距 实际比这还大 听到杜氏法王的宣告后 古尔多高举起天珠府 将他目前在九重天内的恐怖 发挥到了极致 幻化出轻轻萌萌的折仙池 轰然劈向了那一条条虚幻的链条和枷锁 试图劈出一条生路 破 辅光展中了凸显巨线的法则 洗去了他们表面的光滑 但终究无法撼动他们的本质 仅能制造少许摇晃 与此同时 向来见比语言快的苏吴明 趁封锁尚未完全隔断他我联系前 借助他我 调动了相应宇宙和世界的力量 十几二十多个苏吴明共同挥剑 铸就了辉煌一击 可惜的是 他这一击与谷尔多相似 与陆大先生与韩广相似 没能对枷锁和封印造成实质损坏 而昊天静核心碎片 东黄中碎片 七彩断枝和手镯碎片等被温养自身 不知多少年的摇池精水渗透影响 一时无法发挥神意 眼看着摇池之水变作惊涛骇浪 壮弱沸腾 眼看着那虚幻的枷锁与链条 越收越紧 古尔多心中不由自主闪过一丝焦虑 该死的度视法王 竟然玩这么大 而且无声老母 何方神圣 尚未真身降临 仅仅借助过往的布置 和回归的一点意识 便将摇池从九重天中摘了出来 没有受到任何反噬和抗拒 就在这时 他们听到了虚幻的破碎声 看见摇池之水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降低 似乎被一头困鱼潜入了此地 张开了锯口 吸纳着池水 咔嚓 摇池边缘和可以看见的底部 出现了一条条明显的裂缝 池水不断渗透进去 却再也没有出来 凸显出的虚幻链条和枷锁 渐渐透明 摇摇欲坠 轰隆 摇池高空云气塌陷 下方凝固的阴晕也不断坍塌 短短瞬间的功夫 这里化作了断壁残垣 这 古尔多愕然回望 看向摇池中央 只见废墟的宫殿里 屹立着狂刀苏梦 他左手变长 将一株碧绿小树 伸入了摇池 混混顿顿的光芒 正疯狂地 从四周涌入树中 这株碧绿小树 浮着一层润泽的微光 散发着大道降临般的气息 正缓缓抽掌着枝鸭和绿色 凝食着主干 透出几分愉悦的感受 这是什么宝卧 古尔多 知觉手中天珠府微微颤抖 有狂暴的感觉在酝酿 似乎遇到了值得重视的危险敌人 韩广略微皱着眉头 仿佛在冥思苦想 这是什么 陆大先生与苏无明 也不由自主将目光 投射于大道之树上 渡氏法王呆立无声老母神像尖头 像是不敢相信 眼前看到的这一幕 打算作为绝世神兵主才的摇池 被一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 碧绿小树给吸收了 怨力光芒漂浮 无声老母微额神像的双眼中 凸得泛起一抹银白 带着些微震动和疑惑的低语了一句 纪元 声音消散 神像崩塌 还原成了无数怨力光点 包裹着渡氏法王 从九重天穿梭了出去 无声老母见识不可为 恼怒归恼怒 却不垂死挣扎 当机立断抽身离开 他如今只是一点意识回归 借助香火怨力 才临时凝聚了这具神区 没了摇池束缚的情况下 恐怕对付不了法师们的联手反扑 留下来等着被报复吗 摇池之主一退 此间彻底崩塌 到处都是幽暗和残破的阴晕微光 而黑夜里 一道道兄利光芒冲天而起 神兵法宝碎片们 在本能寻找出路 孟奇早就盯着一件事物 那就是浩天境核心碎片 他左手提着主干凝食 已经八根枝压56片树叶 闪烁着温润碧光的大道之树 感受到柔和又磅礴的力量反馈 头顶泥碗打开 一朵朵混混沌顿的沁云再次升起 垂下了眼前水目般的道道幽光 经过这次的吸收 自己总算能从大道之树 得到一些反馈了 孟奇右手握着霸王绝刀 周身被混沌幽光笼罩 扑向了浩天境核心碎片 试图强行收取 可就在太上 无纪元史庆云出现的瞬间 七彩断枝突然转向 猛地刷向了孟奇 啪的一声 孟奇头顶的混沌庆云 竟然被直接刷落 歪到了一边 而七彩断枝的光芒 随之暗淡了不少 仿佛消耗了很多力量 由琉璃等七宝著成的菩提树枝 七宝妙树 他竟然碎了 孟奇这才看清楚 是什么事物 突然刷了自己一记 没想到是大名鼎鼎的七宝妙树 我招你惹你了 目前气势最盛的 不是手持天珠府的古尔多吗 你可苦为难我 孟奇被七宝妙树这一阻挡 慢了半拍 只能眼睁睁看着古尔多 冲向了浩天境核心碎片 大 幸亏此时陆大先生及时出剑 将古尔多挡住了 宿敌再次重逢 虽然目睹了天珠府在九重天的威势 但陆大先生没有任何畏惧 只有专注和虔诚 另外一边 魔师寒广右手拨光长刀 左边炎魔之手与苏无名游斗 双方中央漂浮着一块 铭刻着虚幻长河的青铜碎片 他正在凝聚光阴 其余神兵法宝碎片蠢蠢欲动 似乎也想加入战团 场面异常的混乱 我是谁 我在哪里 小男孩豁然一惊 诸多记忆翻滚归来 自己是魔师 寒广 是天下有术的陆地神仙 正在强闯玄天宗 试图夺取光阴刀 暂时遭遇了挫折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不是自己年幼时的经历吗 是陷入了记忆幻境 还是回到过去 重新再来 他收敛心神 发现除了记忆和老辣的心境 自己一无所有 没了引以为豪的修为 也没了千锤百炼的心灵修为 连精神都无法透出眉心阻窍 幻觉到了这么逼真的程度 还是我真的 重生了 韩广皱起眉头 最后的印象是 自己以天地板如来神掌 对抗光阴一刀 根据敌人的特长性质 自己莫非真被送回了过去 变成了说书人口中的重生 若是从头再来 自己肯定会比之前做得更好 至少不会行走在悬崖边缘 靠着左右逢源勉强支撑 好不容易才找出摆脱的办法 隐约看到曙光 让人短暂回到过去 造化便能办到 但让人真正重生于过去 改写历史 而非昼光碎片 或其他宇宙 伪时匪夷所思 至少得精通时光功法的造化 或者彼岸大人物吧 光阴刀苏醒到这种程度了 韩广越想越有诸多疑惑 他非空想之人 素有决断 很快便下定决心试一试 这座地下宫殿 有条秘密通道 可知外界 就连师父都不知道 还是我成为宗主后 回这里拜祭师父海谷 才偶然发现 韩广目光一扫 迈开小短腿 灯灯邓形动了起来 过了一阵 城外树林内 某个树洞中 忽然钻出了一个小男孩 正是韩广 韩广输了口气 笑着摇了摇头 若真正重生 确实好处极多 当初让自己 九死一生的地下宫殿 同门残杀 轻松就避开了 他加快脚步 走出树林 刚上官道 就看见一名道人迎面走来 这道人白发多于乌发 打扮得一丝不苟 气质谦和内敛 显然是有道之士 韩广目光顿时凝固 这算是老冤家 自己竟然直接撞上了 玄天宗守敬道人 在自身年幼时 他就已经算 名满天下的人物 守敬见韩广一个孩子 独自行于官道 衣衫破烂 多有鲜血 顿时心生疑惑与仁慈 驻足问道 小施主 你家人呢 韩广头皮发麻 质自身脏兮兮 还沾有鲜血 只好九真一假 哭诉道 道长 我 我好可怜 家人被灭天门杀害 自身也被魔头抓到地下 让我们自相残杀 我 我好不容易找到条密道出来 听到是灭天门之事 守敬神色变得凝重 仔细询问具体 然后根据韩广的描述 找到了地下宫殿 经过一番激战 将韩广师父斩杀当场 不错 你心思灵动 处世机敏 又能坚守底线 是难得的人才 守敬看着韩广道 如今你无家可归 不知你可愿拜平道为师 韩广几十年修为不在 情绪波动有点无法控制 嘴巴张开 茫然看着守敬 这是演的哪一出 念头电转间 他猛然跪倒 公公静静�叩头道 弟子拜见师父 之后四十年 韩广在玄天宗修行养性 敲钟礼神 深得守敬器重 终于能够感悟天地 预测全本的传承了 传承流光飞入韩广脑海 他眼前世界突然变化 看见了那口 波光灵灵的光阴长刀 四十年来如一梦 韩广似乎明白了什么 当机立断硬抗了这一刀 趁着沙阵尚未完全合拢 大阵还未彻底开启 冲上了云霄 他无法多了不少银丝 仅仅一刀就被劈去了五百年的寿元 若非在轮回世界 服侍过不少银兽丹药 哪怕是地仙人物 这一刀下 韩广自存也得授尽作画当场 不过总算补齐了天地预测 光阴刀真是难以揣测想法 寿元大幅度降低 实力也处在最低谷 韩广就要顿入虚空 前回灭天门 可此时 他眼前多了一道人影 昂藏威严 手持人黄剑的高懒 高懒冷冷看着狼狈的韩广 低沉道 本打算猎杀几名妖族 想不到遇上了你 不过正好也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形势比人强 韩广只能扯起笑容 平和道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第二十九章 谁的机会 天崩地县 摇池金水干枯 行将分崩离析 剑光百合 似由无数微小剑阵组成 近乎将护山大阵 直接搬到了此地 笼罩住了古尔多 将他与浩天境核心碎片隔绝 时隔十余年 古尔多重新面对了 这熟悉又陌生的一件城镇 只觉内中如有一方天地 在诞生 磅礴的力量加持 远胜当初 这是近乎天仙的境界 没有绝世神兵辅助 主修功法也非绝顶 路大竟然能如此快走到这个层次 意味而出 就算自己西年没受重伤 止于真灵 十余年的时光 怕也无法让自己提升到近乎天仙的水准 除非天诛府更进一步苏醒 达到天仙顶峰 急于寝者急于剑 一生一世一心人 这便是自开道路者的强横 古尔多此时没有嫉妒 也没有沮丧 只得深深地佩服 因为自己绝对做不到 可惜 你是在九中天遇到我 否则即使有天诛府相助 你单人独剑 也能撑个平手 没有朋友很寂寞 但如果连值得重视的敌愿都没有 那就不仅寂寞 而且孤独了 古尔多收敛表情 用庄重的态度 面对着路大先生这一件 周身香火愿力飞腾 传来阵阵长生天之声 以苍天之躯 执掌天诛之府 巨府扬起 清光凝聚 半空虚换水夜汇聚 化作了一汪池水 能让人变回肉体繁胎的池水 苏无明都不敢直接招架这一府 只能回剑斩杀自身 陆大你呢 巨府落下 池水浇灌在蕴含着无数剑阵的剑光之上 一切随之烟消云散 蔓延向那口朴实无华的一星剑 蔓延向陆大先生 虽然天诛府 还有好几种强横的攻击 但至少目前而言 哲仙之力是最好用 也最实用的一种 就在这时 紫电腾空 照亮了变得幽暗的破碎摇池 孟奇法身与霸王绝刀合一 瞬间斩了过来 毫不避忌哲仙辅光 七宝妙术段之妃是主体 本质虽高 但力量有限 一刷之后需要时光恢复 被孟奇抓住机会 冲破了阻拦 哲仙辅光空蒙 紫电绚烂 两者轰然于半空相撞 霹里啪啦 智正智阳 智刚的紫色雷霆包裹着刀身 斩破了哲仙池水 自己目前境界不够 哪怕是太上 无极元史庆云 怕也得在哲仙之府下倒退境界 而大道之术面对 衍生自九重天的攻击 却兴趣不大 仿佛又陷入了沉睡 非一时半会能够依仗之物 但自身手中 还有霸王绝刀 位列六道排名前十的绝世神兵 彼岸级的恐怖之物 与天诛府并称 如此本质 即使未曾恢复巅峰 光靠刀身材质和稻纹 亦能抵挡目前层次的折仙之力 因此 将法身藏于刀中 自不必趴这一幅 水光蒸腾 挥发殆尽 古尔多眼中映照的 竟是紫电雷光 不得已 他只能横起伏柄 挡在了绝刀之前 斧头陡然变得沉重 稻纹凸显 引力大增 虚空往着中央弯曲摊线 似乎要凝成一个幽暗的圆球 就连电光都随之弯折 时光也仿佛变得迟缓 从古尔多身侧披了过去 未能斩中 他的长生天之躯 孟奇还未来得及回刀再斩 眼前一亮 七宝妙术术的断枝 又出现在了自己身前 刷了过来 他切而不舍 似乎认准了自己 难道当初 他是被原始天尊 用无极印或盘古翻 开天府打断的 当初天庭陨落一战 比想象中还要激烈啊 孟奇心头一沉 担忧陆大先生 在九重天挡不住古尔多 甚至可以这么说 必须自己两人联手 才有望抵住 得了原始传承 自然得承受相应的因果 担心之中 突然有一道亮灼灼的光芒冲来 打在了天珠府上 打得古尔多险些脱手 这是一片弯曲的白森森金属 仿佛是某个手镯的碎片 本质不比天珠府差多少 金刚镯的碎片 连他也碎了 天庭之战到底发生了什么 历史像是 被人刻意抹去了 孟奇心中一动 认出了这碎片的身份 太上老君的金刚镯 道德天尊的金刚镯 金刚镯碎片 针对着古尔多 让陆大先生能从容应对 双方一时僵持 而昊天静核心碎片 则试图照耀孟奇 帮助七宝妙术断之功敌 其他神兵法宝化作的兄弟光芒 有的蠢蠢欲动 想攻击最显眼的敌人 有的感应到瑶池的破碎 知道通往外界之路即将打开 再等待着冲出此地的机会 场面一时异常混乱 孟奇法身紫星跳动 星海风平浪静 于混乱之中闪转腾挪 慢慢靠近着浩天静核心碎片 他并不焦急 知道会有一个机会出现 也正在做好准备 等待着这个机会 另外一边 寒光左手研磨 拍灭着虚空与元气大海 让苏无明与东皇中碎片之间 出现了混沌般的漩涡 右手长刀凌凌 光阴流淌 持缓着苏无明的动作 但本身并不正面抗衡 不应挡苏无明的剑光 不管剑出无我 还是太上忘情 统统避开锋芒 只做缠斗 拖延时光 这种打法非常恶心 寒光功法和神兵的性质又特殊 虽然只是展出的化身 实力逊色苏无明不少 一时之间也让苏无明进展缓慢 没能及时靠拢东皇中碎片 寒光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也在等待机会 东皇中碎片 飘荡于崩塌的天地之间 本身似乎由青铜铸成 铭刻着虚幻长河般的花纹 上面布满了细小的裂痕 其中也有几道很深 几乎要将碎片再次一分为己 与昊天境核心碎片的状况 相差仿佛 万古的温养 还未能让他们弥补自身的缝隙 此时 东皇中集聚着青铜浅光 重叠着光阴 积累着力量 突然 他无风自动 凸显出了虚幻的时光长河 大 终生震荡万界 破碎的天地 被大道之树吸纳 无法倒带 只能陷入黑白都泛着灰色的凝固 古尔多与天诛府 陆大先生与一星剑 苏无明与掌中无明剑 以及飞逝主体的七宝妙术断枝 金刚镯碎片等 都禁止在了当场 只剩东皇中碎片本身 与昊天境核心碎片 还能在黑白之间穿梭 不对 还有一个人 韩广右手岁月之刀大量 完全催发 光阴笼罩了他 加速流动 从黑白凝固中跳了出来 动作虽然相比正常迟缓了许多 但足以抓涉东皇中碎片了 此时此刻 苏无明再无法与他争夺 而昊天境核心碎片 也不会闲得帮东皇中碎片 现在不走 更待何时 这就是韩广等待的机会 能让自己无人阻拦 收获丰富的机会 他探出左手 抓向短暂耗尽了力量的青铜碎片 心中一片平静 也无风雨也无情 似乎这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就在这时 一道光锥般的吐息乍现 从韩广身边吹过 谁 韩广愕然发现 在昊天境核心碎片附近 多了一条人面蛇身的怪物 通体赤红 眼中有寒暑交替 光阴流逝 俨然便是掌控时光的神兽主九阴 在凝固的黑白里 迟缓但可以行动 苏梦 韩广获得醒悟 这是狂高苏梦所变化 他竟然能变作主九阴 梦其等待的 也是这个机会 东皇中碎片一响 掌握时光功法与特征之人 能获得没有阻拦的机会 光锥吐息 没有喷向韩广 因为他光阴神兵护体 没办法造成实质损坏 而是直接喷在了苏吴明身上 岁月流伤 时光加速 苏吴明猛地挣脱了停顿 也从黑白之中跳跃了出来 手中见光亮起 展向韩广 触摸到东皇中碎片之手 与此同时 梦其再次得到 大道之术力量反馈 变回原身 眼中到一流里等 和深周虚幻长河一起凸显 头顶飞出混沌沁云 在幽光笼罩下 扑向了昊天镜核心碎片 扑的一声 昊天镜核心碎片 打出了极具的光芒 打在了梦其深周的 无极光芒之上 两者同宵 梦其为之一顿 而昊天镜核心碎片 抓住机会 当即照出重重宇宙 试图沟通他界 顿出破碎的摇池 突然 梦其探出双手 右边阳刚雷霆凝聚 演绎出掌刀 左边水波缠缠 柔和手虚 化作指剑 同时向着昊天镜核心碎片斩去 以自身双手为神兵 施展混混顿顿式咒语 复返无极 阴阳倒流 混杂如衣 先为太极 后经太素 太始 太初 太义 归于了无极 这时 梦其化身成一片混沌 没有上下 没有前后的混沌 直接笼罩了 昊天镜核心碎片 幻化出来的重重景象 咚咚咚 虚幻心跳之声响起 原心硬勾动了 昊天镜核心碎片的凶力之一 咚咚咚 昊天镜核心碎片一时挣扎 被胸力蒙掉了本能 无声无息间 这无光古镜陷入了混沌 被梦其裹住 消磨着胸意 东黄中碎片处 因为韩广已经触摸到本体 苏无明来不及争夺 只能见光凝聚 斩向他的左手 便要顺着他的左手 斩向身体 韩广目光平静 神色置不见任何情绪 左手忽然一抖 稍微改变了位置 让苏无明这一剑 先斩中了东黄中碎片 咔嚓 翠响声中 才恢复一体没多久的青铜碎片 再次分成了两半 而韩广没有撒手 硬生生受了这道剑光 被劈的法身崩散 行将消逝 抓住这个机会 他残于意识和力量 借助研魔之手 和仿制的光阴刀 裹住了抓着的半块碎片 顿入了周围天地裂开的缝隙 苏无明没能阻止 只好将剩下半块收起 东黄中碎片分成两半 四周黑白凝固消失 古尔多和陆大先生 本恢复了正常 然而 古尔多只能看见 孟奇化身混沌 消磨着浩天境核心碎片 陆大先生与苏无明 齐齐看向了自己 再不走就走不掉了 他心中突然冒出了这个明雾 天诛府一挥 引力变异 将部分神兵法宝碎片 吸了过来 然后猛地打破支离的屏障 顿出了此地 屏障破碎 剩余神兵法宝碎片 化作流光 试图逃出 这时 孟奇消磨完成 左手绣袍一扬 乾坤降临 强行吸取了部分 陆大先生和苏无明 也挥洒出剑光 各自兜住了一些 金刚镯碎片 则光芒一脸 落到了陆大先生肩上 因为这些神兵法宝碎片 都非凡物 目前只是短暂置住 孟奇等人 又花费了不少时间 彼此联手 一一降伏 各取所需 比如孟奇将旋鸣剑 朱雀里火箭 东极以木剑的碎片收纳 为炼制自身神兵掌剑做准备 苏无明拿走了天地仪器瓶 和碧焰七煞刀碎片 陆大先生取了菩提般若翻等 七宝妙术断之 不知去了哪里 也许跟着古尔多或寒光走了 这是东黄中碎片 孟奇打量着苏无明手中的 心生青铜碎片 他之所以知道这是东黄中碎片 知道其有操纵时光之能 是因为争夺开始后 苏无明就借助联系 将此事告知了 他和陆大先生 能用来提前感悟时光长河 苏无明言简意该说道 孟奇点了点头 日后倒是能借来感悟 可惜 他再次破碎 怕是发挥不出之前的威能了 再次破碎 孟奇忽然心中一动 逃出了浩天镜核心碎片 里面的魔君烙印 自己消磨不了 但反正也是交给陆鸦烦恼 只要短暂压制就行 这是孟奇之前的想法 现在略有改变 他拿出霸王绝刀 对着浩天镜核心碎片上的 几道身痕比划了一下 确定了下刀的位置 你想做什么 陆大先生看着这一幕 疑惑问了一句 一笑 当然是将它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 陆大先生愈发疑惑 这不是暴殿天物吗 但他没有多问 知道孟奇肯定事出有因 这样斩下去 浩天镜核心碎片 将分为一大一小 那块小的碎片 当然归自己 日后能用来沟通不同宇宙 建立联系 留下烙印 为传说打下基础 陆鸦 你玩隐藏目的 我也不是傻子 你不是想要核心碎片吗 那就给你核心碎片 至于比之前的核心碎片 小了多少 还剩多少威能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战斗之中 波及破碎在所难免 见状 陆大先生笑了笑 小梦还真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第三十章 神游天地与遨游星海 盘古翻线 霸王绝刀出 刀光一闪 开天辟地 本就裂痕深深的 浩天镜核心碎片 再遭打击 发出咔嚓的清脆响声 裂成了一大一小的两块 还未恢复的灵性 更加不知猴年马月 才能重生了 这时 孟琪无视了大道之术 想要吞噬吸收的些微渴望 恨铁不成钢斑传递意念道 你要吃 这些东西就快点成长 直面天珠福等物 不能欺负碎片这种老弱病残 将两块浩天镜碎片设起 孟琪心情畅快了许多 微笑对陆大先生道 前辈若有需要 可随时使用浩天镜碎片 陆大先生并不虚伪推辞 认真点头道 又成你的人情了 虽然陆大先生和孟琪 都走的是断掉 他我的全新道路 看起来不用借助浩天镜碎片 提前沟通 但要想正的传说 有此物辅助 会事半功倍 正常的修炼道路走下去 到了天仙顶峰的时候 就能若隐若现 感应到部分 他我了 然后艰难把握彼此间的微妙联系 将一时探入不同时空宇宙 与他我沟通 建立更加牢固的关系 甚至直接占据或吸纳 将它们变作自身投影 当沟通的他我 达到一定极限 反馈自身 就会发生质变 踏入传说境界 这个过程非常艰难 也非常危险 把握到微妙联系难 一部流神 还容易被他影响 心灵出现漏洞 人格分裂 疯狂致死 所以 哪怕在上古年间 人仙变得走 地仙多如狗 天仙满仓空 传说大能 也是少之又少的 就像九幽自成一方势力 传说极以上人物加起来 也不超过二十只数 当然 诸多邪魔邪神 在九幽之中 实力会提升半层 甚至一层两层 有传说战力的 或许能超过百位 佛门何等昌圣 几乎盖过天庭 压住道门 诸大净土相加 佛陀 强力的大菩萨与大罗汉 总得也就几百 靠着将来能够成佛的预言 才凑齐了三千只数 号称万佛大振 更为重要的是 这几百传说里 有很大一部分 是一人多个身份 充满了展出的三师或化身 以及前世当今 比如观音菩萨与正法名如来 真要叫真 佛门传说 也就百位出头 所以当年灵山一战后 万佛 元祭 不仅灵山传说 就连来源的极乐净土 等其他之脉 也有不少传说陷落于此 佛门自此颓丧 不负当初的风光 这说明了传说的稀少 也展现了正德传说的艰难 但在艰难 总有道路可寻 孟琪与陆大先生 走的这条斩断套武的道路 前方还一片迷雾 别人有套武可以感应 有微妙联系 可以把握戒主 他们统统没有 必须依靠自身 探入不同宇宙 然后找到 本我 在这方宇宙该具备的特征 切合大道源泉 以最恰当的姿态 留在最适合自身的地方 从而能重新建立起微妙联系 并非随随便便留下印记便可 同样的 怎样留下印记 也需要探索 所以 如果有浩天晶碎片相助 能神游万界宇宙 感悟他自身由此产生的联系 能让孟琪和陆大先生将来的尝试 节省不少力气 少走许多歪路 甚至像苏无名般提前具备更多的传说特征 这是好东西 虽然过了这个阶段 就不像核心碎片般有别的作用 失去意义 但依然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孟琪一边将碎片收入袖中 一边笑道 晚辈受前辈之恩不少 哪用如此计较 此地快要坍塌 我们先出去再说 他眼中亮起了一盏没有颜色的古灯 黑白流转的光芒 像是天地间纠缠不清的因果之线 抓住联系 他挥出了霸王绝刀 斩入了摇池裂缝之中 刀光包裹了苏无名 与陆大先生两人 穿过了虚幻 穿透了真实 孟琪三人出现在了云鹤真人与和妻面前 大 呃 风黄呢 孟琪装作没听见过之前高懒的话语 云鹤笑眯眯道 天下法身聚集于此 高师主担忧妖族趁火打劫 主动请鹰出去守护人族 孟琪内心咯噔了一下 大哥会不会趁此难下 他将高懒守在这里 没有一起进入摇池 便是有这方面的考量 想着留下一位可以抗衡妖圣枪的法身 但又担忧北周吞并南静 为此有点两难 风黄似乎要行堂堂正正之道 老夫官天象变化 未曾发现南静有灾 和妻了解孟琪担忧 就此说了一句 因为孟琪与幻想具现的齐天大圣一场大战 冰雪仙宫上方被戳穿 进法被打破 一时半会还没能恢复 和妻自然能感应到斗转心仪 孟琪松了口气 自从大哥精神病康复 孟琪、陆大先生和苏乌明 各自掏出了一件神兵法宝碎片 算是战利品的共享 不管如何 云鹤和妻与高揽镇守后路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冒着自家门派和皇宫被袭击的风险守在这里 作为后背力量 若没有表示 难免含了人心 陆大先生拿出的是琉璃灯碎片 苏乌明是碧焰七煞刀碎片 孟琪则是一块青梨剑碎片 和七挑了后者 云鹤拿了前者 七煞刀碎片打算留给高揽 做完这一切 孟琪看着云鹤真人 将剩下的玄冥剑 朱雀离火剑 冬即以木剑碎片 与化血神刀 古神甲铐拿了出来 真人 不知能否用这些事物中的几剑 炼制一口神剑 赶山边这剑神兵用处特异 没必要浪费 化血神刀 血海罗刹 陨落在你的手上了 和七一眼就认出了血衣骄的镇派神兵 没了镇派神兵 血衣教迟早覆灭 传承久远的邪魔九道 竟有两道因苏孟而亡 只能靠新生代的魔地来补齐 对于苏孟能杀血海罗刹 没有经历那场战斗的和七 云鹤与陆大先生 苏乌鸣都不奇怪 古神都死了 何况血海罗刹 孟琪沉吟了一下道 若没有浩天境核心碎片的一击 晚辈怕是杀不了血海罗刹 因为九幽血魔回归了一点意识 将化血神刀 近乎彻底唤醒 他将大劫道来的脚步声 展露了出来 几位法神各自点头 皆情绪内敛 想法不同 过了一阵 云鹤真人才 看向孟琪手中材料 笑道 这都是天仙级神兵的碎片 配上化血神刀 与地仙甲铐 足以炼制出一口天仙神兵 但问题是 老道只得两三成把握 若是炼废了 就只能收获残渣 你确定让老道尝试 才两三成把握 孟琪心念起伏 不舍又疑惑问道 真人 你不是将北极真龙诗骸 炼成护身法宝了吗 云鹤真人手掌一摊 那条巴掌大的小龙飞出 盘旋于身边 吞云吐雾 威势招招 他指着小龙 呵呵笑道 还记得当初 北极真龙诗骸有多大吗 老道不知炼废了多少部分 才炼出这么一件法宝 啊 孟琪看着巴掌大小的龙 想了想当初庞大的真龙诗骸 鲜明的对比 让他有点茫然 这缩水也太厉害了吧 好了 老道是开玩笑的 龙能大能小 能飞能瘾 这条小龙若是展开 几十杖还是有的 不过这是柔和了 莫攻机关术的炼制 而且 老道也确实炼废了五次 才终于成功 真龙诗骸浪费了足足八成 云鹤正色道 你手头的材料 能炼制两次 老道可不敢保证 一定可以炼成神兵 这样 那还不如去 尝试一下 得到真正的清平剑 冲和前辈想的 却还未来得及去尝试的清平剑 通天教主也就是林宝天尊的随身配剑 孟奇心头闪过了这个念头 关于清平剑的消息 属于仙剑的机密 但以自己目前的层次 足以获得 而且有实力去取的 只有自己 这时 云鹤看了看陆大先生等人 陈寅道 其实 老道自万象洞天出来后 有发现 当前天地与上古相比小了很多 虽然保留了精华之地 人族兴起的源头 但整体不足上古万一 他抬起头 神识穿透屏障和刚风 看相署不清的繁星 若有所思道 或许妖乱大地时 真实界被打成了无数碎块 只有最大这块保留 其余飞入了星空 化作了苛刻星辰 据老道所知 上古星辰指的一元之数 如今远不止于此 这也是不少前嫌的猜测 魔佛乱世时 恐怕又更进一步破碎 诸多中古典籍 记载的地方再无处可寻 陆大先生说道 而且还有不少 皱光碎片的存在 前面的碎片 指的是空间上的破碎 皱光碎片 属于时光可能的分离 两者本质不同 但都是大结时 容易出现的事物 云鹤点头道 嗯 老道刚才 是想起了东海尽头的金屋派 在上古末年很有名 最擅长练制 苏小游手头的材料 肯定能练制成功一件 天仙级神兵 可惜 目前已无迹可寻 神游皱光碎片 或遨游星海 也许能有所发现 说不得如今 东海尽头 亦还有他们的踪迹 何七宽慰了孟七一句 东海尽头白雾参天 除了后退 怎么走都走不出去 也遇不到任何岛屿和生灵 像是被大能凭空摘走 留下空洞 何七成就法身后 曾探索过几次 都没有发现 对法身高人而言 若是透出神识于天地 行走在虚幻法则之间 则有可能发现 佛门净土 道门洞天 或昼光碎片 有所历练 因此 神游诸净土 拜业诸佛菩萨残留 是佛门法身常有的修炼功课 当初寒广变化的空文 便是以此做借口 假作不知轮回之事 孟奇出入法身 又遇到事端 还未来得及做 静心神游这基本功课 至于遨游真实界的星海 一则路途遥远 二则颇为凶险 三则担忧门派家族无人支撑 当前倒是基本没有法身常事 听到何七的建议 孟奇微微汗手 自己目前的打算是 一边神游天地 或遨游星海 寻找擅长炼制的门派 一边做好准备 争取能得到清平剑 若是都不行 再将材料交给云鹤老狐狸 并收集福德 提高运气 祈求成功 离开冰雪仙宫后 孟奇目送路大先生等人难归 自己找了个无人之处 再次穿梭去风神世界 刚入风神 一个珠宏小葫芦 便从虚空中跳了出来 化作戴雨伟观 穿大红袍的矮小老者 正是路亚 路亚捋了捋胡须 微笑看着孟奇 频道所料不差 小友出手 当真马到成功 不愧是原始传人 浩天静核心碎片呢 他绝口不提魔君之事 孟奇掏出了大的那块碎片 保留着核心特征的那块 目光直视路亚的双眼 道君 风神榜呢 路亚看着这块碎片 微微皱眉 四字语四一问道 他破碎得这么厉害 金黄借助愿力出现 天诛府在侧 一场大战 核心碎片又有损伤 孟奇一本正经回答 路亚对无声老母的出现 仿佛并不意外 轻笑一声 原来如此 便不做更多计较 一边拿出风神榜 一边笑道 小友有大道之术的事情 只凭道与魔佛知晓 九重天内 谁能设计得了你 难怪路亚如此笃定 既能惊醒魔君 还确实能拿得回号 天境核心碎片 不过还是 被我赢了一把 孟奇目光 转移到路亚手中的风神榜上 这是一个闪烁着 淡金光芒的榜单 有种天地具现于此的感觉 小友先除哪位之名 路亚问道 孟奇没有犹豫 将只微 谁更近法身 就先救谁 同时 他眼尖看到 上面有冲合之名 这一次 他没有借打神鞭 因为不了解具体情况 无法做针对布置 决定先观察 了解更多信息 为下次做准备 路亚点了点头 伸出右手 就要抹消其上的 江只微之名 突然 他右手顿住 微笑道 还是先说说下一个任务吧 否则小友哪有心思 听平道牢道 一旦抹掉江只微 在风神榜上的名字 孟奇立刻就要返回 抓住机会 帮江只微斩断 与其他大能的因果联系 否则容易被 别的六道轮回之主 趁机抹杀或控制 什么任务 孟奇问道 路亚笑道 帮平道找一个人 谁 孟奇疑惑道 路亚神情变得肃穆 清帝 或者太义天尊